请就位我们要做永久的纪念 来 各位同学 大家午安 我是再次训练组的 那我们这一组的人员呢 非常的优秀 有四位村里长 那有台北的 有桃园的 飞山来的 有五指山来的 那个五枫江的后面 里面的五枫江就是 五指山而命名的啦 那我们这边人才计计 那我们这边呢 经过真切的讨论 经验累积的结果呢 那我们这边还是有四个问题 一个人的问题 交通的问题 世界的问题 那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人的问题啦 各位同学 如果等一下十分钟之后 有十条的风口在这边出现 请各位 无论如何要离开 请各位 请问各位 那风口可能会咬人 可能会得狂卷病 可能会得任何的 你想不想得到的事情 各位会不会懂 就像刚才做了很多的比喻之后 因为你产生这个心理建设之后 那一些百姓呢 他就自然而然的就离开了 我们这个危险的地方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啊 那如果说我们建立这种概念想法之后呢 那很自然的 我们百姓自然的就离开了嘛 就像今天的教育训练 我们就是要灌输我们的百姓啊 灌输我们大家 我们大家都是种子啊 我们把种子培养完之后 政府把这些种子培养之后 到了我们的地方去 然后培养我们的村民 跟我们的村民做教育之后 产生实际的效果 所以呢 我们这一组讨论的结果呢 不管是人的问题 不管是这个交通的问题 事件的问题 种种的问题 最重要最重要还是人员的问题 不管如何 我们还要感谢学宝金 今天给我们赛课 对不对 我们给学宝金一个掌声 好 那至于 刚才很多各位讲交通的问题 我想交通不是问题 因为我们的相公所 那个政府已经投注资源了 然后至于住宿的问题 我说我吵极还可以吧 一个晚上 两个晚上 偶尔住一下还是没有关系 人命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我认为政府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想法之后 如果能够复及各位的种子 升级平心 我想以后我们台湾会很安全的 好 这一组感谢大家 谢谢 好 我们谢谢这一组